罪其二 收受贿赂 替死罪之人撑腰 反害死无辜苦主 半年前 连城县令冯明朗 因误判人死罪 错斩好人 苦主上省府告状 却被冯明朗贿赂的秦王 抓住押送回连城 有秦王坐镇 冯明朗竟将唯一活着的苦主打入死牢 苦主不堪重刑 撞墙而死 不止如此 冯明朗仗着有秦王撑腰 竟胆大包天地诬陷当时的知府崔莲 与秦王合伙造了假政 最终害得崔知府含冤惨惨死 冯明朗反而如愿着身为知府 陷害忠良造假政妻君 秦王此乃大罪 当年秦皇和那长公主 在长公主与秦玉峰合离之后 意图用杀人之罪 弄死秦玉峰 向好审理此案的冯老大人 当正不阿 还了秦玉峰一个清白 八年前 冯明朗一味知道了 他顶头上司崔知府 魅下了朝廷波的赈灾银仪式 被崔知府设计陷害 秦玉峰当时正好在连城附近 剿灭山贼 他带人去将那诬陷冯明朗的 所谓苦主 与崔知府一同抓起来 扔给冯明朗严查 冯明朗查出了崔知府的所有罪证 由秦玉峰上报紫辰帝 紫辰帝大为震怒 将崔知府斩首后 立刻将冯明朗升为知府 罪其三 勾结敌国奸细 意图造反 前两个也就算了 这个真是太胡说八道了 日前 一名南药国女子 带着一个孩子 潜入大昭国境内 险下正隐姓埋名 住在郡主府后巷里的 一户小院子里 这名女子 她的真实身份 是南药国七皇子 及寿王的侍妾 放你娘的狗屁 你再说一遍侍妾事实 本王明媚正确的王妃 到了你这臭嘴里 怎么就成了侍妾 难道你娘也是你爹的侍妾 所以你只认识侍妾这个词是吧